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各位法讲师 各位闲士同修 我们继续第二个阶段 以前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的候选人在政见辩论 结果某一个党的幕僚就动了一个手脚 就是当对方上台的时候 把那个控温室的温度调高 结果他就一热就频频拿着手帕在擦汗 这个选民一看说连这种场合都紧张 将来怎么当总统呢 各位刚刚师傅打电话告诉我们工作同仁 说我们这个灯光 我以前是都不戴眼镜 现在戴眼镜 我是花了钱去买这个眼镜 因为这个眼镜它可以帮我滤光 那就是说他当太强的时候 他就像太阳眼镜一样帮我过滤 这我可以看 师傅今天也没有带他的好眼镜来 结果是像这种刺眼 看起来眼睛就会眯眯的 看起来有时候就会流汗 所以不是我们紧张 也不是我们胆怯 所以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 这种场面对我们来说的话 应该都可以应付 那所以呢各位 各位我们第二个阶段 我们请陈校长继续我们的农业方面的 专业的部分 我想各位只要你把心留在这里 你可以会学到很多东西 可以听到很多东西 我建议你们有时候要备忘 钢要都有备忘 几句话 备忘也是几点文字 我这里已经写了一大堆 对我来说的话 我事后再拿起来再看 就是一个回忆 有个依据 有个线索 如果你没光这样子听听 你会很累 我们讲话也不会打瞌睡 你坐在那边也是 都没有做四座的话 你会打瞌睡 所以我们请各位大家 也都能够善用你的资源 那我们就先请陈校长 谢谢 我们大家最敬爱的 混音参师大师 那么今天的主持人杨任长 还有我们刚刚的另一位 非常精彩的主讲人林将军 那么各位菩萨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么我非常高兴了 我来玉京大学是第二次 那么前上个礼拜 我的秘书跟我讲说 要来这里跟很多菩萨来报告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世界和平 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大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非常荣幸 一方面也很担心说 我怎么样去把这个题目 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么今天早上一大早来 我看到师傅就在那边看八卦城的九龙壁 在施工 那我就看到师傅这么大的年纪 那么积极 这么希望说那个九龙壁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工 那让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都觉得非常佩服 所以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个大师来开示 鼓舞人心 这个教化人心 我觉得非常敬佩 所以我想为了让他这个摄影方便 我还是坐下来跟各位菩萨做报告 好不好 谢谢 那么我想这个题目很大 所以我想基本上 我们都要从这些所谓的keywords来看一下 它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和平到底怎么回事 粮食安全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想我去查了一下 和平有这样的定义 那么其实我的英文也还算可以了 但是我的女儿每一次都跟我开玩笑 我跟她说老爸的英文也不错 我这个讲英文笑话的时候 老外都笑得很开心 她每一次都跟我冷冷回去 她说爸爸他们在笑你的英文 不在笑你的笑话 那么后来我就决定 昨天晚上我叫她帮我翻这一段话 所以这个底下是她翻的 如果翻错了请各位多多包涵 和平是在没有暴力冲突之下 达到的这种和谐的状态 通常是被认为敌意的消弭 和平也代表健康的人际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人际还有国际关系 所以人与人之间也需要和平 国与国之间需要和平 那么在经济 在社会经济福利方面的繁荣 公理正义的建立 并且有一套运作的政治秩序 来维护整体 我想这里当然讲的是 整体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想我们也知道说 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那最困难的可能是夫妻 夫妻关系 这个夫妻经常也会冷战 甚至于热战 然后甚至于这个 所以和平相处很难 我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美国 在有一个年轻人 看到一对老夫老妻 这个老先生对太太毕恭毕敬 这个年轻人都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这个对太太这样子言听计从 这个老先生说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结婚 然后我们就到黄石公园去蜜月旅行 蜜月旅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黄石公园就没有汽车 所以我们两个各租了一头驴子 我们就骑一驴子 这个游黄石公园 我那个太太那个驴子 不知道走一走就不走了 我太太就很生气 就跳下驴子来就骂她 你这个畜生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骂一骂那个驴子就开始走了 走一走以后又不走了 我太太第一次下来 就是说第一次警告 然后骂一骂那个驴子开始走了 这个驴子又不走以后 她就跳下来 很生气的 第二次警告 然后用脚去踹她 踢她 拍她 然后驴子终于又走了 一走一走又不走了 我太太就更生气了 就跳下驴子来 第三次警告 然后就把手枪掏出来 就把那个驴子干掉了 那个驴子一听下一跳都说 你太太这么暴累 你怎么都没有劝她 我也是劝她 我说劝她这个驴子是畜生嘛 你就劝劝她就好 你干嘛把她干掉 我太太就说 第一次警告 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家 从此以后和平相处 相安无事 所以和平 我想这个应该请教林匠军 这个是什么战略 身处兵法兰 先发制 也许是 反正就是从此以后就和平了 所以我想和平需要很多手段 那么另外一个是粮食安全 联合国的这个粮农组织 在2001年就是21世纪的第一天 第一年 他们就召集全世界的专家来讨论说 21世纪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然后他们所有的专家 最后一致的决定只有三个 第一个是Ford Security 就是我们今天谈的粮食安全 简单一个就是说 有本人吃过了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患事 粮食不予匮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当然就是 感觉是Food Safety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层次没有那么高 我想粮食安全的层次 大概跟刚刚林湛军讲的 国防安全是一样的 它的同等级的 但是食品安全也许只是说看看这里头这些食物有没有问题 这个鲑鱼里头也没有Dioxin 这个牛肉里头也没有 狂牛肉病 这鸡蛋也没有这个 三分四感菌 这个骨类里头也没有黄麴毒素 或者是蔬菜里头也没有农药残留 甚至于进口的蔬菜经常会有秀化夹腕薰蒸 那是一种致癌物质 凝凝种种 包括三菌氢安 包括挫化剂 这些东西都是食品安全的范围 但是范围层次比较低 它危害健康 但是它不至于造成国家动乱 粮食安全足以造成国家动乱 那么第三个他认为说是 你在生产食物的过程 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受到破坏 生态多样性 这三个他们认为说 人类21世纪面临最主要的挑战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第一个挑战 跟世界和平会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也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国际学校的老师 要学生发表 他对于其他国家的 粮食短缺的个人意见 有非洲的学生说 什么是粮食 他不了解什么是粮食 欧洲的学生不晓得什么是短缺 美国的学生就不晓得 什么是其他国家 那中国学生就不知道 什么是个人意见 好 那刚刚师傅也讲过 民以死为天 那农为邦之本 我想这句话是天经地 我想到哪里都适用 所以农业当然非常重要 那么我经常讲说 人其实是很麻烦的动物 每四到 我想大家准备 已经准备要吃午餐了 那每四到十个钟头一定要吃一餐 而且我们说冬丁浪灶 就是好麻烦 要注意一下 你看大部分的动物大概就随便炒吃一吃 这个飼料吃一吃就算了 对不对 我们好麻烦 所以你怎么能说你跟农业没有关系 你每天吃的食物都是从农民生产出来的 所以粮食安全我们其实有一个评估 有一个评估的办法 这个叫做粮食安全风险系数 这是2010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图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那个越深红色的地方 就是粮食安全越有问题 就是缺粮的地方 粮食短缺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在非洲的地方 我现在这个不好指了 不行 这个 货美货美 货美货美货 货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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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地方 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深红色的地方 是非洲的地方 那是 那是这个 粮食安全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 颜色越深越危险 所以你可以看到 黄色的部分大概就是比较 比较稍微 风险没有那么高 那绿色的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绿色分布在哪里 北美洲 美国加拿大 还有巴西 对不对 南美洲的巴西 还有右下角的澳洲纽西兰 还有欧洲地区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啦 韩国啦 台湾啦也没有问题 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大陆 一直到苏二都是相当高的风险区 也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粮食安全是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有一个评估一个和平状态 和平状态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深红色的部分是比较危险的 那我想这张图可能是稍微比较早一点 所以它把苏二也花在里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就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战争风险比较小的 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 加拿大 美国好像还有点风险 对不对 巴西啦 然后也是一样澳洲纽西兰 欧洲都是比较风险低的地方 日本风险比较低的地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黄色的部分 包括中国啦 包括很多其他的地方 这些 其实风险都还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把这张图 跟刚刚那一张图来比较一下 你就可以发现 粮食安全跟和平 其实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粮食安全的地方 你的和平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你如果粮食缺乏的地方 你的安全风险的系数就比较高 所以我想我总算把今天要讲的题目 把它连结在一起 这个似乎这样子可以吗 那我想这个战争有很多种理由 我想刚刚讲的粮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全中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那么 军力那么强大的秦朝 统一了六国以后 居然会被农民起义把它搞下台 所以粮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宗教也是问题 对不对 宗教引起的十字军东征 甚至我觉得到目前甚至于到以色列 跟这个回照国家的战争 其实都是宗教战争 广义的 女人也可以引起战争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们在座有很多女性 不是对大家不敬 因为真正曾经特洛伊战争 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引起的 对不对 海伦 那另外当然石油引起战争 甚至于足球引起战争 对不对 我们知道1969年 这个萨尔瓦多跟洪图拉斯 曾经为了踢足球 然后搞得不愉快 然后竟然发生六日战争 所以战争无所不在 所以我想包括家里的冷战 我们怎么样去预防 那我们经常用这个老鹰跟鸽子 来代表战争跟和平 那么鸽子代表和平 所以中间这个图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右上角那个是美国的国徽 美国国徽为什么放一个老鹰在上面 所以让我觉得说 美国这个国家好像注定的 就是要跟战争有关系 你可以看到他从独立战争 如果战争不算的话 他有南北战争 二次大战 韩战 越战 阿富汗战争 波汗战争 伊拉克 这个叙利亚 最近被搞下台的隔大会 都跟美国有关 所以我觉得说 世界要和平 美国应该先把那个国徽稍微改一下 也许改一个格子在上面 那就解决问题了 那我们也知道另外一种战争是 也许不是战争 可是这也是蛮严重的争断 就是最近在美国 然后引起全世界大家重视的就是包围华尔街的运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右上角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是 这个年轻人举的牌子 其实它是遇封信的意思 他说亲爱的百分之一 我们沉睡了好一会儿 我们已经睡好久了 刚刚醒过来 这个你的 你这个 醒醒了 你的99%近期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醒过来了 99%的人已经醒过来了 你这1%的人应该要注意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战争 这种形态的战争 也就是因为 刚刚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社会是没有达到 真正的公平正义 所以才会让这些人起来反抗 所以我们看一下 真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粮食危机 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预测就是 我们认为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口 会碰到粮食短缺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本世纪最大的问题 很多地方 俄罗斯 德国 加拿大 阿根廷 澳洲 乌克兰 巴西斯坦 甚至最近的泰国 都一样 干旱风水 然后造成农产品减少 刚刚师傅也特别提到 我在好几年前去泰国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到处碰到很多 这个我们的华侨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他们买了很多土地 都没有时间去种 他买的土地是准备 年纪带了以后要去开农场之类的 没有种 后来泰国政府大概看不惯 就告诉泰国人说 你只要看到一块地 没有人种 你就去种 种了以后 如果一年没有被发现 那一块土地就是你的 所以大家都学着去黑白布 到处去开墾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烂墾 最后就造成水灾 所以我想这个 也预估就是最近 全世界人口 饥饿人口已经超过10亿人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因为粮食价格上涨 然后导致暴动 这些其实都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战争 所以印度、中国因为要吃肉 要生产这个动物 所以买了很多动物的飼料 所以也导致粮食价格上涨 所以全球的这个粮食暴动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那每一年大概有超过900万个 这个海统 因为营养不良或者饥饿 然后死亡 那其中大概半数以上都是小孩子 所以粮食短缺可能会拖垮人类的文明 那也就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 所以导致让这些贫穷国家导致混乱 所以很多衰败的国家 可能因此散播疾病 恐怖主义、非法武器 非法的这个毒品、武器 武器就造成战争 还有烂民 将来当然水资源缺乏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因为这几个环境因素 如果你没有把它 好好考虑的话 那最后就是会一年串的政权垮台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好几个了 我想陆续还会发生 那因为气候异常 所以我想这个俄罗斯气候是高温 然后到40度以上 所以最后就是禁止小麦出口 如果俄罗斯这个小麦最主要的产地之一 禁止小麦出口 那就造成全世界的这个慌乱 所以台湾的面包也一直在涨价 对不对 那我想这个其来有之 所以很多很多在挨饿 那我们这个地球到底怎么办 那么这些东西 有些时候是人货 有些是天灾 所以通通加在一起 所以造成很大的问题 老实讲 如果照联合国的这个估计 全世界生产的粮食 足够给全球的人口的 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供应量 也就是说 它还多生产了百分之二十五 可是我们居然有百分之十五的人 是在挨饿在快二十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很多地方都是因为 贪污腐化无能 政府的贪污腐化无能 所以造成 你其实有粮食援助 还是它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整个造成这个粮食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是人口一直在成长 所以现在已经突破七十亿 那马上就八十亿九十亿 我们的地球到底 我们的负荷量到底有多大 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很多这种主要的粮食 包括小麦 稻米 黄豆跟玉米 这四大主要的粮食都是全面性的缓缺 所以这种粮食危机的指数一直在增加 那么甚至于很多地方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这个粮食出口 全部中断 所以吃一碗换到底有多难 其实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谈到这里 我们就真的 我们要对我们的农夫 我也对我们的农民 表示敬意 所以粮食危机 所以一大堆的旱灾高温 这个粮食价格上涨 然后减产涨价 我想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是 所以我想我就不在这里 一一来念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饥饿的地球 我们是一个饥饿的世界 那么你可以看到 林林总总都是饥荒 这种情况 你这些孩子 你可以看到 真是惨不忍睹 那我们在台湾 我们很难想象 这些现象是每天都在发生 在我们的现今的社会 每天都在发生 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 那个牛小便下来 他趴在左下角 小孩子赶快凑上去洗头发 甚至于太渴了 渴到就是趴在牛的这个地方 希望能不能吸一点牛的小便来当水盒 可怜到这个程度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华尔街的那种贪卵 然后所以两死短窃本来很可怕 居然还来一个金融海啸 金融危机 把大家搞得更惨 所以我上个月到韩国去开会 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讲 他说现在美国人 这个低于贫穷线的以下的人 居然已经将近有20% 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 美国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 居然有20%是到低于 这个联合国的贫穷线之下 很多人没有房子住 住在帐篷里头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都让我们知道说 全世界有这样的趋势 那左上角是人口 那人口都在成长 可是唯一台湾 我们红色的部分是台湾的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人口是在下降 我们最早的时候 人口生意最多的时候 我们一年可以生42万个小孩 到去年剩下16万 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也大家都要来探讨 我们社会一直在老化 那以后怎么办 好 我们的能源 中间这个地方是能源 我们需求 还有二氧化氧的排放一直在增加 温度在上升 我们比全球的温度上升得更快 水资源缺乏越来越严重 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 跟沙哈拉沙漠同样纬度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不小心 我们很可能有一天就没水喝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粮食的自举率一直在下降 我们的生态体系一直在破坏 而且都是比全世界的平均值更恶劣 这也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它是预估到2030年 中间那个是2030年 这个左边是1999到01 然后这个最右边是2050年 你可以看到我们对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多 不管是第一行是牛奶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就牛奶来看好了 牛奶如日品 在1999年只要一个人 只要78公斤 到2030年到92公斤 到2050年要到100公斤 这样的量从哪里来 如果照我们人口的增加的速度 然后我其实看了一个资料 大概就是这个资料 大概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你进最大的收能 你大概只能到那个时候 大概只增加个2%到3%的了不起 可是你要增加那么多的食物的供应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这个英国跟日本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We are what we eat 你吃什么就变什么 不是说你吃了猪就变成猪了 就是说你如果吃了不健康的东西 你身体就会受伤害 所以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 那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农民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照顾他们 让他们有足够的这种 这个诱因去生产我们需要的健康的食物 那么我一直喜欢这个双成记里头 这个蒂肯斯讲的话 他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坏的时代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很多都是 喷了很多农药在上面 然后送到你的餐桌给你吃的 飘扬万里过海 然后到你的餐桌上来的 这是一个很坏的时代 还好我们有像我们这个 郁经风水学院这么多高度智慧的 慈悲的菩萨 在我们大师的领导之下 我们来做一些好的工作 来教化人心 然后我们来推动有机农业 不再用农药 这样的好事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有智慧的时代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 我们有太多的愚蠢的这种做法 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生产方式 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态的环境的方式 其实都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也是一个有智慧的时代 大家一起来努力 看看能不能对这些现象做一些改善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下角 这个用灰机在喷农药 我想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有一些人愿意用最好的方式来生产 有机的茶叶 这个看起来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愚蠢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在喷农药 你可以看到它是挂黄土面积 然后全身防护 在台湾你可以看到 喷农药的时候是马马虎虎的 我们希望说让我们未来的小孩子 未来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他们到这个地球上来的时候 他们还有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 还有干净的水可以饮用 而且还有健康的土壤 可以生产他们需要的食物 所以我想这个 我还是强调 就是说我们未来的人类健康的 自然的饮食应该是本土的 我们不要漂两万里过海的 要有机的 不要用农药的 不要用化学肥料的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多吃一点素食 那我们最近都谈到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把地壳底下 地壳底下那些石油 通通把它挖出来 然后把它烧掉 然后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 我们的二氧化碳现在的量 已经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乎两倍 那二氧化碳它就有一个特性 它就是会把太阳光的这些辐射线把它hold住 也就是说这个晚上到晚上没有用掉的这些热线 这些短波的射线应该辐射回太空去 可是因为二氧化碳就把它掐住了 掐住了以后再变成热 就是短波的热线 这个残坡的热线回到地球来 所以就变成一个温室一样的东西 我想要解释温室就很简单 就是你那个汽车放在外面 夏天 你就进去 等到你开门进去的时候 那里头鸡蛋可能会被煮熟了 温室效应 所以温室效应造成以后就变成气候异常 气候变迁 很多地方会有这种不应该下雨 就这个洪水患烂的情况 有些地方应该下雨 可是它不下雨变成干旱 就变成粮食短缺 我们的大地之母生病 所以病茂溶解 所以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地球形成大型态是46亿年 那很难去形容这个46亿年有多长 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换认成一天24小时 从凌晨0.00分0秒开始 一直到那天快过完了 三更半月23点59分58秒 人类还没有出现 最后两秒钟智人诞生 然后我们居然有办法在最后的 大概0.0038秒 工业革命以后 把地球到处搞得乌烟瘴气 很多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人类 或者其他生物居住 我觉得一个很整个就是 就是比如说川诺比电厂 还有日本的福岛电厂那附近 大概将来的几万年 几十万年都不能再住人 不能再生产你需要的粮食 这就是一个悲剧 我们人类何德何能 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 你还没有办法处理何味料 你敢去盖那么多的核能发电厂 而且台湾还那么愚蠢 到把三个核能发电厂都盖在台北市附近 我们现在全世界最高的风险区 核能危机可能就在台湾 那如果那个发生问题来一个海啸 那台湾就亡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省私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恐龙是在晚上10点47分出现 一直到11点39分才灭绝 他终于活了一个钟头没事 那我们只有短短的两秒钟 事实上是短短的0.0038秒 把地球玩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讨论世界和平 这么了不起 这么崇高的议题 其实我们从基本的角度来考量 那这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造成食物大逃亡 大家都没玩意吃 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代化的农业也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用了太多的农药跟化学肥料 所以我们30%的二氧化碳 跟90%的一氧化碳的排放 是要现代化的农业来负责 因为你用农药用化学肥料 所以现在的农业就是这样子 这边在喷肥料那边在喷农药 如果你看到这样在喷农药 我相信你不敢吃这个葡萄 可是因为你看不见 所以你造之不悟 所以现代化农业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搞的 这个搞了以后 水土流失 然后生态破坏 这个食物的污染 所以我想这个 这些东西其实是造成现代化的农业破产 也就是说 你认为你财量增加了 可是其实很大的问题 像这样的鸡的养殖 你的鸡是从鸡蛋 孵化出来到进屠宰场 32天 我相信这样的鸡是不能吃的 那些鸡蛋是关在小农子里头 让它判它无期徒刑 让它帮你送蛋 然后等到它不下蛋的时候 判它死刑 送到屠宰场 然后变成共玩 大家吃得很开心 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 所以 绿色革命以来 我们已经百分九十六的品种 已经都不见了 这也是生态多样性破坏 一个很很很很重要的证据 所以 其实我们应该是希望 节能减碳 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从吃的食物开始 这个今年的一月 全国大学校长会议 教育部去报告说 希望各大学都要成立 节能减碳委员会 然后希望所有的大学校长 都要兼那个主任委员 那后来我一听 他讲了半天都是在讲省电 就是怎么样省电 后来我就不客气 我就讲 我说 教育部不只是要教育 全国的老百姓 还要教育 不只是教育学生 还要教育全国老百姓 如果你把节能减碳 简化成只有省电 那就完蛋了 那国家整个政策就完蛋了 我说你节能减碳 从死衣住行娱乐 每一样都要去考虑 首先要从吃的东西开始 你在学校里头 供应的午餐 营养午餐 学生的餐厅里头 卖的食物 应该80%以上 要从本地的农民生产出来 你如果飘船万里 从美国、从加拿大来 怎么可能节能减碳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很多问题 观念都不对 所以这个 石油燃料排放太多 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有一个 Rodeo研究所 他就指出来 他说有机农业 可以对抗软化 地球软化 他们做了23年的 这种有机农业的研究 又发现说 土壤里头的有机蛋 会增加15%到28% 也就是说 有机蛋不排放 因为他没有用农药 没有用化学 而且他把有机蛋 储存在土壤里头 所以他说 如果一个农场在美国 大概这个中度的农场 320英亩 差不多128公顷 如果把它转变成有机农业 你相当等于 把在高速公路上面开的 117部汽车 不再开了 把它收在车库里头 同样的可以节省那么多的 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如果把美国4亿3100万英亩的 全国的农地把它转变成有机农业 就相当等于 把1亿6000万辆的车辆 不再开了 一样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做传统的农业 你每一年 因为你用农药 用化学物 还用这些大型的农基 你会排放9000亿磅的二氧化碳 这是左边 那你如果用有机农业 你会把1兆5000亿磅的 二氧化碳把它存在土壤里头 每一年 所以他后来就说 京都议定书 美国总统不敢去签署 这个京都议定书 因为美国 京都议定书要求美国 要一年要减少4亿公顿的 二氧化碳排放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认为他做不到 好 落下来就说 告诉美国总统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现在 栽培黄豆跟玉米的 1亿6000万英亩 把它转变成有机农业 不再用农药 不再用化学维朗 你就可以打准 那个4亿公顿的73% 就可以将近2.93亿噸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有机农业可以节能减碳 可以保护地球 所以有机农业可以解决全世界的粮食生产的问题 所以我接下来就很简单就跟各位报告一下 有机农业有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是健康 第二个是生态 第三个是公平 第四个是关怀 也就是说 因为你要靠你的土壤来生产植物 生产动物 所以你的土壤是要健康的 土壤里头很多生物维生物 它是你的中心耿耿的员工 它每天都在帮你工作 你不可以喷荣药来杀害他们 你如果好好照顾他们 给他们一些有机子当饲料 它就会一天到晚24小时 一年365天帮你工作 都不要工钱 也不要加班会 也不要年终奖金 每天帮你工作 它会昏迷菌丝 昏迷大量的交解物 让土壤变得很松 有构造 然后更可以长得很好 然后它把有机子矿质化 又变成植物的养分 来让你吸收 所以健康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任何农药 用花雪肥料 不应该在生产动物的过程 用抗生素 你在食品加工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人工的添加物 第二个原则就是生态 也就是说希望一个农场里头 变成一个生态平衡的地方 那么自动控制 所以我们过去为了防治瘦瘦了 我们用了很多农药 这个河里头这些鱼下通通死掉 所以连青蛙都要找工作 要不然就没饭吃 这个印第安有一个很具 很有智慧的话 我一直觉得非常了不起 他们怎么讲 印第安人他说 人们大概通常都会等到 最后一条河被污染 最后一颗树被砍掉 最后一条雨被抓 然后你才会明白 原来钞票是不能吃的 赢票不吃了 要早一点学聪明 那泰雅族我们的原住民也有这样的 这个古训 他叫嘎嘎 他说为了毒雨 然后去河里头吃毒药的人 有一天你会喝到那一条河的水 你为了杀虫然后去土壤用农药的人 有一天你会吃到你吃的毒药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 你对环境所作所为 最后都会回归到你身上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把土壤照顾好 那么土壤里头的那些你的员工 中心耿耿的员工 蚯蚓 细菌 针菌 蚤烈这些东西 每天帮你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的牧村那个农户 他种苹果希望说 有机栽培 无农药栽培 这个自然法栽培 也不失回料 结果他连续中九年 一直失败 结果他准备要自杀 他那一条绳子到山上去要吊刀 要上吊 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 那条绳子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找不到 他在地上都摸去摸 他说 诶 这个土壤怎么这么软 这么松软 即使你随便一挖就可以挖下去 那台头一看 诶 这棵树 他以为那个是苹果树 其实不是 这棵树从来没有人去照顾 不过他怎么长得这么好 山上那些树 每一棵都长得很好 对不对 我想益京大学这些树 也都长得很好 为什么长得很好 也没有失回料 也没有失农药 OK 他就恍然大悟 因为原来是土壤变好的关系 他回去以后他就懂了 所以他就好好去照顾他的土壤 然后他就很简单 上面种苹果 底下种黄豆 黄豆就有 根流菌跟他共生 然后就把空气中的氮素变成回料 所以上天对我们是非常友善的 非常优厚的 你看他随便打个雷 他就有 阿摩尼亚产生 然后就变成回料 这刚刚讲的那个根流菌的 那个豆科的植物 根流菌 就会固定氮素变成回料 另外就是非共生的细菌也在土壤里头 也帮你制造回料 可是你从来不去感谢他们 然后就随便喷口都要把他们弄死掉 然后才怪说有机能会做不起来不可能 然后去买大量的回料来用 这都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觉得有机能会其实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可以保证 你可以 你如果好好做的话 你不但很低成本 而且你可以保证全世界的粮食安全 因为我们现在种的都是只种一个单一作物单一品种 那真的很危险 风险很大 好 那所以如果你好好照顾你的土壤的话 你就随便挖一挖 种一种就可以收获 那第三个原则当然就是公平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 刚刚我想大师也这样提醒我们 这个我想这个林将军也是这样讲 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都要照顾到 所以生态要变好 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当然就是不公平 这个非洲伊索皮亚的小孩已经快饿死了 那个兔鹰在那边等着要吃它 好可怜好恐怖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西方的小孩子 吃麦当劳吃到胖子这样子 我有一次跟佛冈大学杨超强校长 他请我去演讲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校园有机的 有机校园跟健康饮食 他说对这个很重要 全台湾最少有八万大军 我问他为什么 什么叫八万大军 他说有八十万个 八十万大军 他说有八十万个过度回大的血统 八十万大军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用米勒的这幅名画叫做 十岁者来解释有机农业 你看到十岁者他画的是什么 那个有钱的地主丰收 可是他会留一些卖税 让这些穷人家户履捡回去 可以让他的小孩子没挨饿几天 或者是一个礼拜 这就是一种悲天闽人的想法 就跟我们一京大学大师的推动的 这些理念都是一样的 那么旧约圣经也有同样的话 旧约圣经说当你收到你的田的时候 你角落不可以收获 你掉落的卖税不可以把它捡起来 当你收获你的果园的时候 你的掉落的水果不可以把它捡起来 要把它留给需要的人 或者陌生人 甚至于野生动物 所以我想我们也知道说 要保护农夫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让农夫有足够的地位 不应该像前一阵子说 农夫的那个叫什么 给他316块还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不对 那其实农夫照顾你的前半段 让你健康不生病的是 靠我们的农夫 医生是医后半段 我想在座应该有很多医生在里头 那我想医生当然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农夫比医生还重要 所以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关怀 我们希望说 我们为了现代的人 跟后代人的福祉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滥用科技 像基因改造 这样的科技就要小心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格高望重的高僧 他本来可以成火的 一辈子吃素 结果不小心吃了一个 抗冻基因的番茄 那个基因是从雨 从那个深海雨来的 也许就前功尽弃 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这个基因改造的玉米 它里头是还能抗虫基因 那个虫在吃玉米叶子的时候 毒素就出来 它就死掉了 这样的玉米你想能吃吗 可是我们进口来 然后积攒也变成我们的食物 这个 这个科学家 他说他的黄金米很厉害 黄金米出来以后可以一年结结 一百万个小孩子 让他免于维他命A缺乏症 这米出来以后 我发现说根本不可能 因为那些跨国公司 像蒙森豆这些跨国公司 它洽取很高的专利费 所以这些米卖得很贵 所以穷人家 孩子根本吃不起 后来我发现说要吃 吃到足够的维他命A 因为一天你要吃七公斤的米 你敢吃的 我们台湾人饭桶的年代 一个人一年吃144公斤 现在陈老师 那个100公斤不是 那个只剩45公斤不到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就不需要研发这些东西嘛 不需要做这些基因改造的 这些东西嘛 你应该就是怎么样 应该就是 就是给他传统的米 然后给他一条胡萝卜就够了 对不对 可不必去研发这样的东西 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让我们的传统育种 家没有经费 所以这个基因改造的黄豆也是一样 这个更可怕 他是种几千公顷在美国在加拿大 然后杂草重生的时候 用灰机去喷除草剂 然后杂草全部死掉 这黄豆不会死 你想这样黄豆能吃吗 这样黄豆在欧洲在日本 只能当飼料或者当生子柴油 那我们的不孝商人就把他引进来 用饲料的名义进口 然后就变成豆腐、豆浆 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台湾反对基因改造 好像只有少是几个人 我在内 我想拜托各位菩萨 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一起去大声集呼 你知道 这个夏威夷的木瓜 它消日本的时候被检验出 还有基因改造的成分出来 马上被退货 整个退货以后 夏威夷的木瓜产业马上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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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